好,大家好,我是義德寶 今天繼續有毋日點評 今天是十月的二十一日,星期五來的 今天毋日點評我找了兩單新聞 第一單新聞當然繼續圍繞著施政報告 第二單新聞就比較令人驚訝 都不算說驚訝,因為都有不斷的風聲傳出來 就說著卓慧斯是有機會在聖誕節左右下台 誰知今天仍然是十月份,早了兩個 卓慧斯做了最短命的首相 只是說四十多天而已 已經辭職,辭去保守黨的黨魁下台 直至到有一個新的首相的時候 他正式要射入 今天就說兩單,一單是香港新聞 一單是英國的新聞 我們事不宜遲,我們每日點評就即將開始 第一單就是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昨天我都說到 李家超會去不同的傳媒裏面 接受訪問,或者是解釋多一點施政方針 或者施政報告的一些內容 或者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其中他出席了一個港台的訪問 電台的訪問 電台的訪問 有一些讀者 香港人就打電話封閒了進去 就跟李家超直接交流 其中是說人才流失 李家超就形容為 就是因為那個 並不是幸福感或幸福指數不足 而導致很多香港人來港 而是其他更加複雜的原因 或論是那些人離開了之後 隔多幾年,幾十年 就會覺得香港人原來這麼好 然後回流回來香港 事實上是不是呢 即是現在短短兩年間 我們失去了14萬的流動人口 或者勞動人口 這些是一些年輕人 這些是做到事的人 若果去到外國 他找到工作 或者找到工資比香港高 或論是他的幸福指數 輕鬆一點 生活愉快一點 政治壓力沒那麼大的 會不會還回來香港呢 即是這是很大的疑問來的 即不是純粹李家超 你自己的直覺 你的藍絲朋友 覺得我移居了外國會回來 那是另外一個說法 而有香港市民 就直接打給李家超 就跟他說一個真正原因 他覺得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心知肚明 更加說了一句 五個字的 就叫做 苛靖晚於虎 我不知道李家超的中文水平是怎樣 即是有個專業 就長期都關注著李家超 或者李家超團隊的中文水平 苛靖晚於虎 這句話是說得很好 即是有些什麼 即是說著中國的一個典故 或者成語 就是說那些市民 或者那些百姓 普羅百姓 不怕老虎 那老虎會吃他們 照道理他應該越怕 但反而他覺得呢 政府的政策 若果是不利的市民 是令到市民受苦 是更加害怕老虎的攻擊 老虎的來襲 所以呢 即是這個聽眾 這個香港市民 根本上五個字就導出了 現在香港實際的情況 或者有這麼多人才流失的情況 就是苛靖晚於虎 其實李家超做這麼多事情 即是說吸引人才也好 搶人才也好 搞這麼多花信 不如不如 花多點心機時間 挽留回仍然未走的香港人 即是你說14萬是勞動人口 有一些非勞動人口 包括小朋友 包括那些長者 那些不計在內 可能有30萬至40萬人 已經離開了香港 去了不同世界各地 OK 還有一批你以為 是不是結束了移民潮 或者移居潮是否結束呢 我自己的評估一定未 還有很多年輕人 或者一些人還在考慮 或者有一批先後部隊先去了 然後分享情況 是不是這麼差呢 是不是好像一些黨媒 一些紅媒說得這麼差呢 還是其實都可以維生到 小朋友能夠承接到學業 老人家能夠享受退休的生活呢 然後第二批我估計 大概有10萬至15萬左右的人 是仍然在考慮著離開香港 移居去其他地方 移民去其他地方 所以說的是政府若果 真的不想有30萬至40萬人 勞動人口離開的話呢 就要想清楚 在這段時間是吸引 或者挽留 這班人 而不是去搶人才回來香港 而不是放棄了這班香港人離開了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政府要考慮的一點 而說回新聞先 新聞就說了 李家超接受電台的訪問就說有關首份的施政報告 提及到近年來講的人數去到增加了 但認為因為幸福感不足而離開香港這個看法 這個說法稍為粗略 重申香港的吸引力就例如DNA一樣是不會改變的 在外國人發現香港的優勢之後 就或者會回流 有聽眾就打電話給李家超就說了 根本就是導致人才流失 或者離開港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為政府所致 也都說了 背後的原因大家心中有數 或者心知又透明 苛政猛於虎 李家超就引述了 原來過去兩年的本地流動人口 是說流失了14萬 在施政報告裡面 特別一項是吸引人才 你可以看到了 再對比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 或者她任內施政報告裡面 比較少是說去搶人才 我還記得當時她有說過不斷 叫人去大灣區旅行也好 就業也好 讀書也好 去送香港的人才出去 而不是說是搶人才回來 而當刻還沒有這麼嚴重的移民潮 去到李家超的時候 第一任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個很強的移民潮 但是她就覺得 重申就說了 不要忘記香港自身有很多吸引力 形容優勢是DNA 這是我們DNA來的 是走不了的 但是問題是 也有很多的因素 聽眾也有說到 她就說除了 心知肚明的原因 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原因 苛正猛於虎 她又說 香港人其實是很愛國的 唯獨中國不愛我們 對於香港的檢疫政策 未有放寬 不及日、美、英等的國家 容許港人入境 反問李家超 就說你都想通關的 特首 這個市民是很代表到 大部分市民的心性 即是究竟 政府明知 明知的這些不好 不要說一些你不知道的因素 一些外在因素 影響了香港人移民 而是說這些因素 政府是知道的 政府是掌握到的 而你不去做 特別 不要說一些政治原因 就算一些防疫的放寬 包括 現在如果你強制檢測 你沒有去檢測的話 你要罰一萬元 如果你違法限聚令 又要罰五千又要上庭 總之很多的政策 會很容易令到一些市民 一些普羅百姓 是會誤墮法網 拿免針紙都是 原來醫生犯法 原來 拿免針紙 那個都有機會犯法 所以你想想 這個疫情 短短這兩三年 都令到很多過去奉公守法的市民 無意中 或者不慎 就中了政府新出來的一些法例 而他們是不知道 所以 這種這麼大壓力 這麼大壓力的環境下 可能或多或少 促成了香港人 有能力的香港人 會想著離開香港的一個原因 所以 很簡單 政府知道這些原因 知道這些 不論是政治又好 非政治都好 其實都知道這些原因的時候 會不會是能夠 除了吸引人才之外 更加要將重要的力量 是放在繼續保留香港現有人才 這個是不是更加自本 就算你自標 你不斷吸引人才也好 人才都會走 但如果你說香港人 基本上可能 就是你覺得香港的優勢又在 或者香港是能夠有進步 有民主的進步的話 可能他會留一世 所以 自本的應該是要保留人才 而不是由得香港的重要人才資產 留走 再去吸引人才回來 這個根本 就是 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另外一個 都想說說一個比較新的訊息 當 這個 英國的首相卓慧斯 最近因為很多原因 包括迷你的預算 迷你的財政預算案 令到很多人的不滿 包括他要換了財相 新財相上任的時候 感覺上已經是架空了卓慧斯 打算他做一個 揹腳鴨的首相的時候 誰知五過兩天 他被16名保守黨議員 保守黨議員 公開要求他辭職 卓慧斯 已經在教草詞宣佈了辭職 在任只是45天 成為英國歷史以來最短命的首相 他就會繼續留任首相 直至到選新黨魁為止 就會加圍 當然你可以有幾種演繹的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說是民意 令到首相辭職 另外一個說法也是說保守黨議員的威力很大 他可以先逼供這個約翰遜 不足一個月逼供這個卓慧斯 基本上你看到跟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 我們的特首 我們的前特首就算有幾大民意的反對 或者不支持也好 仍然可以壓不倒 繼續可以坐在特首的寶座裏面 即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體系 好了 今天我們每個點名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忙訂閱、讚好和分享出去 讓多些新聞有看到 我們明天星期六 我們會有這個卓卓有緣 我和追心潘有個聯合的節目 我們明天再見